那这一间可能要超过三千 三千一个月九万块 我还是去睡地下道好了 柯文哲纽约行出体验借宿出租公寓 但就算再忙再累也没忘了把自己做好准备 有读书有Bobby 柯文哲拜访纽约律师公会时 就被问到对于两岸心中有什么国际战略 还是那五个互相 互相认识互相了解互相尊重互相合作 最后一件一样最难互相谅解 重提五个互相 但评选战怕的就是论述过度重复 民进党立委说这几个月看您的回复跟发言 很像这个猴猴GPT 就是像机器人似的 Chap GPT的奥特曼族选长说过 这个Chap GPT 我们不能忽略它的影响力 不过有蓝营内部人士分析 侯友宜参选几率已达八成 还有两成变数则是郭台铭 这个党内人士有点外行 就我所知当然是准备好了 我们当然是完全准备好了 最适当的时机 然后就宣布征召 要征召谁答案呼之欲出 12号中常会侯友宜也将出席 但朱立伦说按惯例公布时机 得等到六七月 也恰好是新北市议会总质询结束之后 当然很多人都很急 但是我们在三月就已经完成了党内的整合 郭董也强调过 他最后一定是支持国民党最后的决定 而12号蓝营中常会大合体同一天 郭台铭也将前往日本 继访美之后再展现格局 双方各自努力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